老板有没有什么阵笼可以很无脑的吃奔呢 哎还真有 最近啊有一套阵笼 一个击败就可以无脑吃奔 一个击败不信都不行啊 哎那就是九星红 众所周知啊 加里奥连续加强了三个版本 现在已经悄然到了T1强度 又回到了一拳一个的状态 关键是都这么强了 大家还是看不上它 今天就由阿北为他证明 为此我们特意花了三天的时间 终于让我们找到了新版九星红 把把吃分打把 这么强的吗老板 是的没错 这套阵笼啊非常简单 简直有手就能玩 首先我们选择八个新红 代天选组成九星红 然后再利用新红前期的经济优势 快速上九 上九以后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血量高于70 经济超过50 可以直接转球五 阵笼是这样的 如果上述不满足 那么准备九星红打到底吃烂分 上九带沙米拉凑双射 或者带芒森凑双决斗都可以 甚至带两星永恩或者两星色体都行 只要能帮家里奥补上伤害 但不转九五 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前期一直赢 后期一直输 最终吃烂分 会有一点憋屈 下线第四 上线第二 保证有分 却保证吃不了鸡 这就是我们这套打法的特点 烂 烂分啊 也行吧 其中家里奥是我们的主C 卡丽斯塔或轮子妈 其中一个追三作为负C 最好是卡丽斯塔 至于装备方面 我们以最强的卡丽斯塔这一套为例 给卡丽斯塔 复活甲火炮 早期合成功能装 来打连胜 有什么合什么 火甲鬼叔 狄子 鸟盾这些 不仅前期能连胜 后期还能为加里奥补输出 至于排位方面 虽然看似简单 但也很有考究 首先剑魔要单轮站前面 快速拉轮过来 保证加里奥落地时 伤害拉满 其他单位要全部分开站位 卡丽斯塔旁边放轮子妈 另一边要单放老头 靠这两个单位来防一手剑魔 最后五费卡 比如是盲森的话 就单独对位对方的大陆 一般放中间 然后沙米拉的话 就放第二排 接下来阿北详细地说一下 我们研究的运营方式 1-1 攻速开 2-1之前先拉一下冷口 因为新红的低费卡很多 如果能调到任意新红天选 就可以直接冲了 要玩这套 只有第一个天选 一个机会 千万不要硬等 在新红天选情况下 前期的功能装 全核开始走连胜 因为阿北对于九新红的理解是 没有任何多余羁绊 所以单卡是C不动的 要靠加里奥一拳一个 其他英雄带功能装 补伤害就行了 比如这里阿北就直接喝成了功能装 像棋子圣杯 鬼叔火甲这些 我都会合 前期尽量不留散间 前中期的时候 带三星红双盾打连胜 2-5拉5 3-2拉6 如果6级我们有四星红 或者五星红 可以是战力和经济 考虑第几下 凑出六星红两神盾 四纲一拉七轮口 同样如果战力不足 可以小臂两下保证连胜 七轮口的时候 要尽量有两星的副C 比如卡丽斯塔装备 就找两星卡丽斯塔 而轮子妈装备的话 就找两星轮子妈 这样我们的战力 在人军划水的四阶段 就完全够了 开始卡50元 吃利息点人口 在4-5或者5-1拉8以后 逼时光和剑魔凑九星红 注意啊 这个阵容是不用在八人口换天选的 但是切记一波把钱递完 老板 那要是递不到时光呢 如果递不到时光 可以利用猪妹 蛮王 拉夫等子卡 凑出双中三战神之类的羁绊 只要能二 也能锁血 一旦你觉得战力差不多可以 就快速上九 这个上九要上得快 因为我们最终想要吃分 是要上九 靠两星成卡的 学会我们这套的运营方式 此时你上九之前 血量一般在90左右 而下面的几名 一般已经只有10-20血了 接下来 你就算是把把都输 靠血量 也能吃到烂分 这就是阿北说的 星红天选 等于有分的原因 所以啊 这个版本 关于九星红 我们研究的这套运营方式 大家可以试一下 真的能让你稳定吃分呢 接下来上九之后 就根据你的-C 来自由搭配羁绊 比如这把 阿北卡埃斯塔-C 那么就搭了两星盲森 不愧是你老板 这个运营看着就很细 不愧是你阿祝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场 国服大师的对决 来看一下实战中的灵活营变 游戏开始 我们先手抢下攻速 第一个天选是 星红 蜘蛛天选 哎 那就可以用我们这套打法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正常玩 前三轮也快打完 我们获得了卢下装备 从装备来看 大概率是卡丽斯塔-C 先上双次三星红打工 通过看对手排位 调整阿卡率位置切翠皮 来走连胜 三连胜进入选秀以后 拿下火甲 前期的功能装 有就合 尽量不留散剑 上五以后 调了一个卡丽斯塔 由于已经五星红了 所以果断递了两下 找到六星红 这下可以看起无脑连胜了 这个阶段的六星红 近乎是无敌的 阿北五连胜打完石头人 此时看场外质量 感觉可能会打不过 所以提速 花了16块 直接拉六人口 凑出了双决斗 并且在下一回合 成功断了这家冒火格 啊 这个就很赚了 九星红打的就是节奏 得拖死对手 八连胜进入三阶段选秀 拿下护甲 合成鸟盾 前期的原则还是 不留散剑 再次提速 三杠五直接不吃利息 拉七拼双盾双决斗 这样我们全程 领先对手一个人口 并且阿北预测会打这家卡特 提前放武器到单边 勾引走卡特 减少他的伤害 诶 凭借这个操作 最终成功的 断了连胜 加油 坏了 经典拉人口输 血亏啊 最终我们以92血第一名 打完狼哥 进入了象征中后期的 四阶段 这把虽然卡蒂斯塔是一星 但是我衡量了一下战里 觉得能赢 所以准备直接上八 大家自己玩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里第四到五下 找到两星卡蒂斯塔 4-5 我们准时上八 小第一波运气不错 冲出了 时光守护者 直接凑齐九星红 但运气这个东西啊 是有限的 老头出的岛 卡蒂斯塔却递不到了 白花三血 理性分析以后 阿北决定不递了 一星卡蒂斯塔 直接上九 毕竟我的装备好啊 结果是 这两波我都赢了 此时大家注意看 其他家的血量啊 在我还有87血的时候 老八已经出现了 还有好几家二多血的 虽然此时五阶段 我们九星红的 强势期已经过了 但九星红家里要只要存在 就能让我们就算输 也只会输一到两个 所以随随便便 就能凭血量优势 熬死他们 这就是阿北说的 把把有分的原因了 五阶段选秀 拿下无尽 提速拉九 拉完剩下38元 不足以支撑我换九五 所以这一把 阿北决定九星红 掐烂分 前期打工装备 可以重铸找好东西啊 连续两次重铸垃圾装备后 成功换出了法爆睡衣 这一把卡蒂斯塔是负C 所以应该带瞎子的 但是我装备全是沙米拉的 而且有一家六战神拉夫很乎 瞎子对拉夫用处不大 但是沙米拉打六战神就不一样了 所以阿北放弃瞎子 找两星沙米拉 此时他们已经一脸要死的样子了 而我居然还有73选 关键一轮 我们排到这家天选天使 神装侠 还带了奥恩打的神器 质量可以说非常的高了 开局剑魔直接起手拉人 天使输出很高 但九星红落地 这雪条后的离谱啊 家里要直接两圈都把天使带走了 配合后排卡蒂斯塔 拿下了关键一轮 这轮打完连走两家 我们以73血成功吃到了烂分 最终决赛圈 第一名九星红想掐烂分 第二名神庄安妮两星龙王 两星法转乌鸦七把 质量非常的离谱 第三名六战神 两星沙米拉两星盲僧 神庄拉夫质量也很高 第四名天选才决天使 这把决赛圈质量都很离谱啊 我这种烂分阵龙 应该谁也打不过 但是我们可以等着他们互相抬 果不起来 第一轮我们就输给了龙王 第二轮决赛排到六战神 剑魔拉配合加里奥落地 两拳打出了核心拉夫复活甲 虽然对方沙米拉放出大招 但我们另外一个五费也不是摆设啊 开出群体复活 加里奥满血 对方根本处理不了 一拳敲倒两星沙米拉 压起身再一拳带走 这轮打完阿北成功来到了第二 哎可以了 玩九星红 第二就是上限了 鸡是吃不了的 接下来嘛 无损味 这种心态 果然第三轮开始阿北顶不住了 后期一对一 九星红就是个废物啊 我们小叔四人口 神装两星沙米拉 863点伤害 也太真实了吧 此时他已经冒火了 他必然觉得自己稳了 九星红嘛 狗都不玩 但玩九星红 后期成卡就得不断切换 谁又能想到阿北早已准备好了两星瞎子呢 六战神打完 沙米拉没用了 直接卖了换瞎子 瞎子一上 卡里斯塔也抢了 双方开始有来有回 第四轮决赛 他两边各放两个单位 防建模又防盲森 不愧是你 但盲森破阵不是盖纳 我们小胜他八点血 第五轮决赛 他放弃防建模 直接扎堆限制盲森 顶级理解 我们大败二三血 血量来到了22比4 一轮定胜负的时刻到了 最后一轮 他故技重施 扎堆站位 我先把卡里斯塔放对角 然后最后一秒 把盲森卡里斯塔全部反下站 远端放轮子妈 骗龙王大招 站位上阿北小胜 对决开始 盲森先秒杀莫甘纳 随后 加里奥英雄登场 配合卡里斯塔 完成清场 带龙王复活起来后 直接喷倒了卡里斯塔 盲森 这机关圈嘛 好在老头复活给力 最终谨慎乌鸦哭哭支撑 加里奥顶在前面 卡里斯塔疯狂出出 直接拔毛拔死 我们以22血险胜 完成了吃鸡 老板 不是烂粉吗 怎么吃起来了 我也不想得压住 谁知道这烂粉九星红能打赢 你顶配法转龙王呢 换一切来了老板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